今晚終於不是整晚爆發了 而認不露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產品其實還未出現 當然不是真的 prototype 但其實是未生產 即是未出現的過程 我們第一時間 除了他們自己的公司之外 都是我們第一個拍攝的 這是什麼呢? First Four Figures 是一些新系列 那這個是不是大貨來的? 這個產品應該是 入面的就是大貨 是啤件來的 是啤件 但是會不會更漂亮呢? 就不知道 但是盒子的設計 就有一點點會改動 即是未 finalize 是的 所以都是很新的 還有這個是F4F的新系列 譬如之前我們介紹過 看到很巨型的雕像 或者大到嚇到你那些 但是這一次這個 轉轉才好 也是 Dark Soul 最拿手的系列 但是就是 PVC Statue 它叫做八吋的 PVC Painted Statue 懂得拍力看 那這個Box Art 拍影就算了 因為還沒 finalize 和張說 我們主力都是 講一下產品 嘩!很大股的天拿水味 嘩!很粗暴 因為這些是未 finalize 所以 吸索可能比較難開一點 好了 挺可愛的 真的 剛才阿周在開拍前跟他說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提 其實也不是的 其實也對的 因為其實產品是Statue 即是雕像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的可動 關節 但是呢 但是你留心這個標像 其實這個形狀很少有 頭和身體差不多一對一 比較少一些 你看看Funko Pop那些 差不多了 對嗎? 美國人 差不多 你看見日系的Q版公仔 其實很少 我覺得這也是美系的 Q版Deform了的Statue 這個其實真的少 通常的Q版 就是再小一點 要不就不是一比一 他像那些Wobblehead那些 有個彈弓 是個頭的 是搖頭公仔 就是這些比例 是的 但是他的身體又近回差不多 接近真人比例 通常他的身體是肥一點的 搖頭公仔 或者Funko Pop那些 很細 他的身體或是粗一點的 他身體的線條 也是近人一點的 但他的頭部就像Popehead那些 就很大頭 所以其實 嚴格來說 這種雕像 這種比例形態的Deform Figure 其實是很少的 我覺得 尤其是用在Dark Soul上 更加有趣 這個聽聞是他們Series裡面 第一隻 第一隻產品 即是陸續又來了 這個是誰呢? 美國的名字 是Artorius 應該是Dark Soul的遊戲裡面 遊戲裡面其中一個 Boss character 即是對手 對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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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裡面 例如人是那麼高 他是那麼高 就是幾倍高 對 一半那麼高 對 就是打大哥 我記得遊戲裡面 你是控制不了那些大哥 你只控制某個 對 遊戲裡面的性格 對他的比例 就是一邊買武器 一邊升級 總是過不了關 還要重新打過 我打過Dark Soul少少少 我最難頂的就是過不了關就要不停重複 但是這個遊戲在外國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現在說到Dark Soul 原來這些產品是賣得很多的 但是這個新系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個價錢應該會退回80美金 好幾乎 80美金左右 香港價錢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出街 但是應該差不多開始預訂了 那麼就有些效果件 這個就有幾個日系的風氣 其實它將日系的例如龍珠的雕像 或者美色的比例 它就會融化了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新的 不是很全新的 一百分之一全新 但是是一個新的步驟 就是產品上 對於F1F來說也是一個新的步驟 當然產品的東西 Statually 沒什麼特別的 關於剛才的萬兩俠 赤穆金那些這麼多話說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它們的上色 造型 比例那些 其實下了不少功夫 大家不妨提提 尤其是這把劍 我想說一下這把劍 我看過它的大型 1比4的Statue 你看看這個 其實跟它相比 當然是無法相比 但是也很有細節 你看它的劍鋒 它有很多是在坑 都會做出來的 這個朋友也是 造型 造型真的非常好 其實我講 它本身Dark Soul的造型 很漂亮 它也跟得到 你看看它的雕像 講一下又講一下 細節 其實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裡這麼映像 這個披肩 應該是布料 當然要用PVC去做 它有些布料的紋 以及畫上的紋 它也做了 還有整個盔甲 很多人都稱讚過 它的賞色很不錯 很不錯 當然你喜歡它的角色 你留意到這些細節 其實整個Statue 其實是很仔細的 在地上 它其實地台也是跟著遊戲的 是的 在那一板裡面的地上也是這樣 在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是銀色 因為我不清楚 遊戲是否是銀色 因為它應該是 頭髮 是毛毛 但是也是銀色 也是類似這個顏色 是不是虛空的呢 是啊 是空的 原來是空的 這個反而1比4的 我看不到 是 看不到這個位置 有些像魔界裡面的 那些 芥靈 Wing Ruff 其實在外國是很流行的 Wing Ruff 總之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看不到黑黑的 這個色狼裡面也是這樣 它這裡是做到中空的 是的 我自己挺喜歡它的上色 這些細節做得不錯 是不是下兩版 應該不是 就跟平常大雕像的數量那麼大 這個應該是一些 我們稱為兩產的 可能會適合一些 比較年輕的朋友會買 因為價錢 至少一定是一千元以下 另外就是 面積比較小 又有些Q版 其實它那些1比4 我發覺是難買的 它一開訂就很快 就被人訂 即是換了一個Quarter 然後價錢又不算太便宜 是吧 其實好像很有趣 如果真的買雕像 即是你問我就算 即是我的公司在香港代理 即是我媽媽說過 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也推薦你們去他們的網站買 因為他們會送貨 甚至其實本身他們 很多朋友是很 loyal 對 跟他們關係很好 其實他們第一時間在網站買了 那麼他們都知道他們很八成 甚至更高的比例的貨 是經過自己的網站直銷的 這個是理解 因為它有特別版 是的 特別版的exclusive 其實我挺喜歡它那個business model 是 它那個特別版 它開訂 它是開了訂之後 兩個星期 你上去你就訂 它不會限定一隻 是 然後到兩個星期之後 切斷 它訂了多少隻 就是那個addition size 是 那就不會說經常撲空 是 又不會撲空 但又不會很不值錢 因為過了限定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其實1比6的figure都是這樣做 我也是 應該是這樣做 因為太多東西是不值錢的 這些是 connectable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成功的 而且它的模特兒是不同 香港的公司 即是我們有興趣可以上網 它要花了很多時間 跟客人有溝通的關係 是非常不同的 就是它說了 今次這個是比較大老的產品 第一隻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它的版本 我覺得很不錯 即是它的形式很新鮮 很新鮮小一點 我們解釋到這裡 因為我們好像還有東西要錄 還有 不過今晚Line就到此了 因為今晚 可能那一年大家去旅行 很多人沒有空 因為一天早走了 我們不唱歌了 兩人好像唱情歌 唱情框不好 我們就和姐姐拜個年 那就拜拜了 多謝今晚大家收看 提到一次後的獎品 有兩隻BIGBOYTOY送出的EHONDAS 大家分享那條影片 然後呢 你自己分享 分享完之後 寫回那個產品的感受 然後呢 我們在五天後 我們會找到最靚仔的那兩個 然後送給你 大家不妨 即是 第一條 不是第一條 就是BIGBOYTOYS BIGBOYTOYS EHONDAS 當然你分享完我們的影片 我們也很開心 OK OK 好了 身體健康吧 對呀 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拜拜 拜拜